原文在俗,故事繼續 之前我們介紹過,說朱棣曾派兩路人出去找建文帝 一路就是胡瑩,他的事我們已經說過了 他的生平很多人都不熟,不奇怪 因為他從事秘密工作,大肆宣傳是不對的 但另外一路人馬的祭遇就不同了 不單純文明於當時,還名留青史,千古留科 這就是鼎鼎大名的鄭和艦隊和他七下西洋的葬舉 那麼大家都是執行這個秘密使命,為甚麼祭遇差那麼遠呢? 大家都是人,為甚麼差距差那麼大呢? 我覺得,完全是因為這支艦隊的指揮者,偉大的鄭和 偉大的詞用在鄭和身上,我覺得是不過分的 他又不是皇室中親,亦都沒有甚麼顯赫的家世 但是他,以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成就一段傳奇 就是中國人的海上傳奇 在鄭和之前,歷史上有個無數的皇后將相 在他之後,還會有很多很多很多,但是鄭和只有一個 下面這句話是梁啟超說的 鄭和之後,都再沒有鄭和了 接下來,我們就會介紹這位偉大的航海家波蘭壯闊的一生 鄭和,鴻武四年出生,原來叫馬三寶,是雲南人 小時候就聰明好學,更加難得的就是 他自小對這個航海有很大的興趣 按道理來說,當時的中國,航海不算熱門學科 加上雲南那頭,又沒有甚麼海 那為甚麼鄭和會喜歡航海呢? 是因為,鄭和是一名很虔誠的伊斯蘭教徒 他爺和他父親都是信奉這個伊斯蘭教 而所有的伊斯蘭教徒,心裡都有一個最大的願望 就是去這個聖城墨加朝聖 但對於當時的鄭和來說,這件事實在很難實現 因為麥加呢,就在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境內 有興趣的朋友完全可以找一幅地圖出來 然後你將麥加和雲南找條線連你身 再留一尺度度,然後再乘個比例 你就知道有多不遠 不過,好在鄭和家庭的家庭經濟條件不差 他爺和他父親都去過了麥加 在鄭和小時候,他父親經常跟他講 許麥加呢,怎樣成風破浪,翻山是碎 以及二國他鄉的奇人二士 這些事都影響了鄭和很多 亦都是因為這樣,小時候的鄭和和他的同齡小孩不一樣 他不用坐在書桌前面,讀四孫五經、聖賢之書等 以圖將來求個功名 他是怎樣呢?他不停地努力鍛鍊身體 學習和航海所有有關的知識 因爲在他心裡有這樣的信念 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像老爸和阿爺一樣 成風破浪去麥加朝聖 如果他的一生是就這樣發展下去的話 可能十幾年之後,他就可以實現自己的願望 完成一個平凡的伊斯蘭教徒的縮緣 然後再很平凡地生活下去 但是有些人,原來是注定不會平凡地度過一生的 洪武十四年 傅友德、南玉奉朱元璋的命令,遠征雲南 明君駛魚破竹,用了半年時間就搞定雲南 對於明朝政府和朱元璋來說 這只不過是無數次遠征當中的一次 但是對於鄭和來說 這一次的遠征,就是他人生的轉折點 因爲這場仗之後,很多兒童做了戰夫 那戰夫就戰夫啦,最多就是被人抓去做苦力 那童工,辛苦些也是 但是不是,當時對待兒童戰夫 有一個很殘忍的慣例 嚴割 大家沒聽錯,就是嚴割 而年近十一歲的馬三寶 當時就是這班小孩當中的一個 所以我們很容易想像 當年的馬三寶有多痛苦 但是歷史很多次地告訴我們 通常,悲劇的開端 亦都是榮耀的起點 是悲劇,還是榮耀? 只是取決於你 是不是堅強? 從此之後 這個年近十一歲的少年 開始跟著明君四圍地打仗 其他小朋友就玩木偶,玩玩具 他就玩刀槍劍軍 還有,在軍營裡 是沒有人會把你當小朋友看的 亦都不會有人特地去照顧你 因為在戰爭當中 大家都不知道明天有沒有命 那真是得鬼神利利 所以唯一可以照顧他 就是他自己 但是一個十一歲的小孩 怎樣照顧自己 怎樣照顧我 我真的不知道 反正他是照顧到 我們總結歷史上的 那些名人的童年經歷 可以這樣說 小時候苦一點點 不是一件壞事 所謂苦盡就這麼久 所以聽著故事的朋友 你們不妨看回頭 看看你們自己的童年少年 是否覺得挺好的 有沒有苦過一下 如果沒有 根據這個能量守行規律 就唯有祝你們一生好運 好了,說回 在度過這個五年顛佩流離的生活之後 馬三寶遇到一個影響他一生的人 這個人就是朱棣 當時的朱棣還是燕王 他一眼就想中這個 吳聲吳聲 但是有目光堅毅的年輕人 選了他做自己的貼身侍衛 從此之後 馬三寶就跟著朱棣左右 做了他的親信 而在之後的靜難之戰裡面 他跟著朱棣出生入死 立下大功 我們之前說過了 在這個鄭川霸之戰裡面 朱棣就是用了他的道路 連破李景龍七個刑寨 大敗南軍 去到永樂元年 朱棣登基之後 立刻封了馬三寶 做內官鑑太監 這個在內官當中 已經是最高職位 而去到永樂二年的時候 朱棣還次了他姓鄭 之後他就改名叫鄭和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 在明朝的時候 皇帝次聖 是至高無上的榮耀 即是不同現在 即是如果我現在說 我次李姓苑 你明顯覺得我找你份 當時不是的 還有另一個例子 就是後來鄭成功 亦都是被皇帝次聖 就將他當為自己一生當中 最大的功名 他手下也叫他做什麼 國姓爺 所以可見當年的朱棣 對鄭和真的不錯 出航 朱棣安排鄭和出海 是有著這個很深層次的目的 除了要找建文帝之外 鄭和還肩負著這個威服四海 空懷遠人的使命 這些事情 可算是中國歷史上的老傳統 即是但凡強盛的朝代 一定會做這些事情 譬如漢朝的時候 就搞條絲綢之路 唐朝的時候 就很多發展中國家 和不發達的國家的留學生 就會來到我們中國 學習一些先進的科學文化技術 都是這個傳統的表現 中國強盛 萬國景仰 歷史上的中國 沒有太多領土上的要求 即是我們就不會亂去扮人家 那是因為我們一向都很自負 我們天朝上國 萬物風盛 何必去搶別人的爛衣爛褲呢 所以綜合來看 我們可以用四個字 來形容中國的傳統和宗旨 就是以德服人 那這個時候的中國呢 又真的已經成為一個強盛的國家 因為經過長期的戰亂和恢復 以及幾個呢 好像奴巫一樣的皇帝 辛勤的工作 這個時候的華夏大地 已經成為真正的太平城勢 百姓安居樂業 國家良銀充足 那就要做些事情了 那就做些什麼呢 想想一下 我們這個龐大的國家 你說現在四周圍到底有些什麼呢 第一時間拍到一隻眼的呢 就是這個西洋了 需要說明一下的就是 西洋這個名詞 在名朝那時候的意義和今天是不同的 當時所謂的西洋呢 就是現在的南洋 即是東南亞那一帶 大家去旅遊去得多了 而之前的朝代呢 也都曾經派出過船隻呢 去過這些地方的 但是屬於比較單一行動那隻 即是沒有什麼大的影響的 到底海的那一邊 有什麼的假方呢 大家不是這麼清楚 但是現在明帝國的統治者 朱棣呢 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 他之所以被認為 是歷史上少有的英明君主 是因為他做了很多歷史上 從來都沒有人做過的事情 現在 朱棣就將一件 歷史上從來都沒有人做過的事情 交給鄭和來完成 這一份 是光榮 亦都是重堂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 鄭和都是最適合的人選 因為他不單有豐富的航海知識 還有戰爭經驗 軍事素養又高 性格又夠建議 還有一件事就是 他要去西洋國家當中 有很多都是信伊斯蘭教的 而鄭和本身呢 就是一個虔誠的穆斯林 所以 歷史將會記住這個日子 永樂三年 六月十五號 鄭和 在福建五虎門起航 開始了中國歷史上 最偉大的遠航精程 鄭和站在船上 看著即將出發的龐大艦隊 和眼前的亡亡大海 他明白 自己這一次的行程 所肩負的使命 和職責 他的心很興奮 從小時候 想到大的大海 現在就在他眼前 等待著他的征服 一段偉大的歷程 也就要開始了 讓飯 正和帶的這支船隊 我們通常稱它為艦隊 聽起來好像有點誇張 即是一支出去搞一下外交 然後兼隔尋人的船隊 怎可能被稱為艦隊呢 但聽完我們下面的介紹 相信你都會認同 首先 托當年一代蕭雄陳友諒的福 朱元璋對造船技術很重視 這也難怪 因為當年 朱仔和陳仔打水仗的時候 虧了不少底 對吧 連條命都幾乎搭上去 所以在他的鼓勵底下 明朝的造船工藝有很大發展 根據史書記載 當時鄭和的船裡最大的一隻 叫寶船 那這些船有多大呢 到底 大的 長 44丈 4尺 闊 18丈 中中挺挺的 長 37丈 闊 15丈 大家懂不懂換算 我只知道大概 如果新高這樣計 6尺就等於米8 大家自己可以回去計算 按照這個長度 在鄭和的船裡 搞一個運動會 譬如你 重金 聘請寶特 來破多個世界紀錄 估計是不成問題的 而且這條船的帆 就不像我們平時在電視上看那些 單帆 即是一張過這樣 發來發去 那這部船就走 不是那些 令人很難想像就是 這條船 是有12張帆的 而且那些矛 什麼陀 那些全都是巨無霸型的 轉起來的時候 需要幾百個人 一起叫口號 1、2、3 轉 1、2、3 轉 這樣才轉得動 南京在50年代的時候 曾經挖掘過 明代寶船的製造為止 即不是挖一個船出來 而是挖一個製造船的加工廠 出土過一塊木桿 這塊木桿 總共長11米 於是大家開始研究 這塊木桿 那這部船其實是哪個部分來的呢 鑑定結果出來了 所有人都呆了 這塊木桿 不是大家想像當中的圍桿 而是陀桿 這裏特別說明一下 圍桿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危桿 但我查過字典之後 就發覺這字只有一個讀音 就是讀圍的 就不理會了 反正大家明白 那講一下 大家知不知道是什麼概念 我講明一下 圍桿是什麼 大家應該清楚 就是一部帆船裡面 動最高的那輪 撐著張帆那支 但所謂的陀桿 只不過是船的那些 陀熱的控制聯動桿 即是按這樣計算 這一輪陀桿連接的陀葉 大概有六米左右高 即是說這部船的陀葉 大概有兩層幾樓高 那還不是名符其實的航空母艦 而這一種的寶船 就是鄭和艦隊的主力艦 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旗艦 除了旗艦之外 還有另外專門用於運輸的馬船 用來打仗的戰船 用來運糧食的糧船 和專門在各種船之間走來走去運人的這個機動水船 即是自由艦 而鄭和率領的就是這樣的一支艦隊 多厲害 這些就是船的情況 還有 你猜它帶了多少人到西洋 黃巨 seventh 二萬七千八百多人 說句老實說 單從數字看 这支船队无论如何都不只是出去找人或者搞外交 倒是很令人怀疑是否出去撩架打 但是事实告诉我们 这支确实是一支很有好的男女 所导之处 没有战争和鲜血 只有和平和友善 强而不欺 威而不霸 这个就是一个伟大国家和民族的气度和底蕴 话说郑和的船队首先向南边航行 最先到达的就是尖城 然后他们再从尖城南下 半个月之后去到爪哇 就是现在印尼的爪哇岛 这个地方就是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据点 但凡由马六甲海峡去非洲是必经此地 在当时这个地方人口囚物物产丰富 当然了当时的印尼就未统一 所以这个地方就没有网管 而且直到今天 我们也都未搞清 当时这个岛上的政府是由什么人组成的 反正郑和的船队去到这里之后 本来想继续南下的 但是一场悲剧突然发生 船队的航程就被逼停止 事情就是这样 当时统治爪哇岛有两个国王 互相之间就开片 史书记载一个叫东王 一个叫西王 但至于是什么人就真的搞不清楚 反正到最终就是西王打赢了东王 而东王打败了 各国家也都被人灭了 西王就准备这个秋后算账 刚好这个时候 郑和船队就经过东王的领地 那帮西王的手下 就杀人杀到癫了 都没看清 就竟然杀了船队上岸的船员 总共杀了一百七十几人 郑和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就很意外 手下那帮士兵 听说一下 这个豆腐饵五大的地方武装 居然杀我们大名的人 个个人都很愤怒 很激动 走到郑和面前 声雷俱下 要求就地解决那个西王 西王 就送他上西天做王 郑和就很冷静地看着这帮 围着他四周围已经猛烈了的下属 他很明白 这帮这么愤怒的人 之所以现在还没动手去打爪哇 是因为没接到他的命令 其实那些受害的船员里面有很多郑和见过 大家辛辛苦苦跟他下西洋 为了完成这个使命 但现在无故被人杀了 郑和也很生气 他完全有理由去攻打这位所谓的西王 而且毫无疑问 如果真的打 这场仗没有原念 因为自己这边 好多先进武器 又火枪又火炮 而对手 不过是当地的土著 只要一声另下 扫平他们 不复杂得过踩死的魏很多 但他没有下这样的命令 郑和望着那帮扎扎跳的下属 告诉他们 不打得的 因为我们扶有更大的使命 就是和平的使命 如果我们现在开战 打赢自然是没问题 但这样的话 就会偏离我们下西洋的原意 和会耽误我们的行情 更加严重的就是 我们打爪哇的消息 会传到西洋各地 其他国家就会很怀疑我们的来意 我们的使命 就真的无法达成 郑和说完之后 力排中意 然后派使者去西洋的朱利 交涉这件事情 郑和真是一个好料不起的人 他在手握重兵的情况下 可以保持这个头脑清醒 克制自己的愤怒 以大谷为重 何等的忍耐力 想到这里 我自己都见到 我虽然现在未受握大权 但是整天愤怒 发不肯震 就是这样是不对的 而事实证明 郑和的行为 绝对不是懦弱 而是明智的 郑和这边就这样了 而西洋那边又怎样呢 明天再说 明天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